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赫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果冻胶的卸除方法 首先的话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大家卸果冻胶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直接扯或者是拔下来 这样是不好的而且会有一点疼的 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卸除过程了 然后第一步的话我们准备好我们的温热水 然后稍微稍微热一点点都可以的 然后将我们的手指放进去浸泡一会儿 好咱们浸泡完之后第二步就是捞出我们的小木棍 小木棍然后我们就是先用这一头就是眼尖的这一头 然后来先插入我们就找一个缝插进去 好你看这个时候其实用温热水泡过之后 它已经很容易就下来了 然后这一副的话我已经是带了三天了 中途洗头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但正要洗出来就很快 然后我们再拿出我们的尖尖的这一头去搓进去 然后卷就这样卷 你不要对你看这样就直接就卸下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系列的话就是咱们如果说假片上有果冻胶 咱们怎么卸 那我们也可以用咱们的这个小木棒这样卷卷下来 看到没有 咱们这样卷下来就很方便了就比你拿手去扣要方便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卸完的指甲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 对本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就是咱们就算卸果冻胶的话也是尽量用这个方法 对咱们的本甲伤害小一点点 然后这期的分享就这样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圈问我哟 拜拜